美国大提顿国家公园是美国的一处自然宝藏 位于怀俄明州和蒙大拿州间的洛基山脉上 这座国家公园以其壮丽的山峰 广袤的草原归立的湖泊和 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而闻名 游客们来到这里可以沉浸在壮美的景色中 感受大自然的力量和美丽 大提顿国家公园的主要特点是其壮丽的山峰 公园中最著名的山峰是大提顿山 它高耸入云中年被积雪覆盖 大提顿山是洛基山脉的一部分 海拔超过一万三千英尺 从山顶上游客可以俯瞰着公园广阔的景色 感受到大自然的震撼力 除了山峰大提顿国家公园 还拥有美丽的草原和湖泊 公园的草原绵延起伏 绿草如荫被称为美国最后的草原天堂之一 在这片广袤的草原上游客可以看到各种野生动物 包括野马 袋鼠鹿等 公园中的湖泊如镜面般平静 清澈见底 透明度极高 湖泊周围的景色壮丽 游客可以在湖边漫步或者划船感受宁静与祥和 大提顿国家公园还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天堂 公园内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其中包括许多珍稀物种 游客们可以在公园中观察到灰熊 狼美洲狮等大型猛兽 还可以看到许多雀鸟鸟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 公园保护了这些珍稀物种的栖息地 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 在春天大提顿国家公园的大草原 开始呈现出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 草原上的鲜花纷纷绽放 给整个公园增添了一片绚丽多彩的氛围 此时游客们有机会欣赏到 绵延的草原和绽放的花朵 同时还可以目睹到许多后脑的回迁 给公园增添了一抹生机 夏季是大提顿国家公园最活跃的季节 这个时候的草原呈现出浓绿色 阳光明媚 游客们可以进行各种户外活动 如徒步旅行露营和钓鱼等 公园中有许多远足径等待着游客们去探索 同时湖泊也是夏季活动的绝佳地点 游客们可以在湖边欣赏湖水的清澈与宁静 或者划船游览湖面享受夏季的乐趣 秋季是大提顿国家公园最迷人的季节之一 在这个季节里 公园中的草原和树木都渐渐变成了红红 橙黄和金黄色给人一种壮美的感觉 游客们可以漫步在五彩斑斓的草原上 想到大自然的绝美景色 秋季也是许多动物迁徙的时候 游客们有机会观察到成千上万只 鸟类和其他野生动物在公园中的活动 冬季是大提顿国家公园最宁静的季节之一 在这个季节里公园覆盖着洁白的雪花 形成了一个冰雪世界 游客们可以参加各种冬季活动 如滑雪雪鞋行走和雪橇等 感受大自然的纯净之美 公园的湖泊也会结冰形成一个冰商乐园 游客们可以在湖面上滑冰 或者进行其他冰商活动 大提顿国家公园是一个令人陶醉的自然宝地 它的美景令人震撼无论是壮丽的山峰 广袤的草原还是瑰丽的湖泊 都展示了大自然的伟大与美丽 来到这里你可以逃离尘销 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体验到宁静与和谐 大提顿国家公园将给你 留下深刻而难以忘怀的回忆 成为你旅行中的一颗闪耀的明珠 无论你是追寻美景还是想与大自然亲近 大提顿国家公园都值得一游